好,我们的主题就是要与主同行 其实与主同行非常好的 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来源 神就是最美善的 譬如有很多人说情绪问题,不开心 因为他注目在情绪和人的不好 人的问题,那么他就会有情绪问题 但是他注目在神就有神的同在 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祝福,神的智慧 因为神就是一切恩典的来源 当我们信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这些影响 而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人物 他是与神同行一个高度的程度 就是《创世纪5章22节》那里 以乐与神同行三百年 以乐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这个真的是在当时来讲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在一个这么不听神话 神结果是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 神是有这个人,他是对神很有回应 他和神有这个亲密关系 以至神将他取去,提到天上和耶稣一齐 这个真的是和神一齐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恩典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渴慕神的心 渴慕和神有这种密切的关系 无论你什么困难 你情绪问题或者你实际的问题 因为圣经说你先求神的国 和祂的义这一切加给我们 所以与神同行是最美好的 然后基督徒和神的关系 其实有不同的程度 大家看这个不是金字塔 因为上高越高是越少人的 最多是什么人呢 小亲近神,没有力量的 在这种基督徒是比较多的 他们是很少生认神,有事才要找神 有麻烦才找神 所以很难得力 而祂的祈祷主要是什么呢 神给点钱我,给份工我 给太太我,给丈夫我 都是追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然后有些人稳定信主 但是祂是小果子的 再上一层,祂就想侍奉神 但是祂没有什么力量 祂有心想,因为祂听到应该侍奉神 但是祂没有什么力量 有些人就有力量去作见证 某程度与神同行 但是这个最高层次就是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 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有些人有圣灵彰显 不一定圣灵充满的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有些人参加聚会 很多彰显的 但是他过去又没有事情 没有改变的 圣灵的同行 是我们与神有这种密切的关系 时时爱慕神,处理生命 整个生命毁伸给神 也有神的同在 以至祂为人祷告带着能力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 我自己的定义就是 一个人随时一祈祷 立即会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爱、能力 并且为人祈祷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能力和改变 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领受神的策略 我说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 事奉做一样、做一样、做一样 而是有神给我们的方向 每一个人找到神的方向的时候 是最美好的 就是这样的时候 那个生命就一直向前去 研究上一幅图 上一幅图大家看到那个金字塔 就是 这个金字塔大家看到 其实它不是一个金字塔占形的 很多骄徒在下面 是没有什么方向的 我希望大家 真是尋求 神啊你住在我心中 带领我以至我是活在神最高的策略 但有些人说 我不是很足够 质素不够 我没有什么智慧 我没有什么教育 没有什么才干 但其实这些我们不需要担心 因为神负责一切 神是负责 所有事情的果效 你的生命的果效 现在神在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奇妙计划 你同隔壁又说 神在你生命有奇妙 极奇妙的计划 是每一个都有极奇妙计划 问题就是你进不进 不是个人都进的 是将身在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才能够策研 分辨到这个善良顺存 可器的指 然后才逐步进入这个计划 我希望大家 有更多人去寻找神这个奇妙计划 OK 宋上节其中一个人与神同行 他有他的弱点 他不是没有弱点 如果大家看《灵力习光》 你会看到他生命是有弱点的 但是他有很强很强的倚靠神的心 亲近神的心 遵从神的心 他在十五年的事奉 很短时间真的很短时间 十五年的事奉 振动了中国和南洋的教会 无数人信主和悔改 建立很多神学院 他自己曾经经历四年充满 圣灵好像水敲灌在他身上 他很大的悔改 而他的特色 他的事奉的特色 就是很大的悔改 带给人很大的悔改 主要向他显现 叫他改名做John Yohan 所以他叫John Song 他全身觉得很痛 神让他看得到 就是说明白 与主同钉十字架的痛苦 这个就是宋上哲的经历 有不同的人都见证了 于力公其实是同一世代 我不太肯定 现在他应该都是在生的 在美国有个创办公仁神学院 他也写了一本书 有本书是讲到一些 他所经历到见到的 在教会里面 有些更新复兴的人 于力公他见证 他自己本身不在聚会里面 他见证他的老师 就说当他进入宋上节 为病人祈祷的房子 感到神的荣耀充满这间房子 好像进入魂雾之中 他立刻资罪 他立刻向神认罪 于牧师见证一晚 听到列封的大声 因为他那时候很小 他没有心机参加聚会 他以为打风 谁知道原来有1500人同声吐槽 而在这个聚会 是有53个报道队成立了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训练当地的人 激励他们 猜拳他们出去报道 这个就是宋上节 其中于力公牧师的见证 另一个就是史奇生牧师 于力公就是下面的于力公 上高就是宋上节 这一幅就是史奇生牧师 史奇生牧师很多人不认识他 但是他的太太很多人认识是迪然 迪然是他的太太 因为他在不同的刊物 有时写一些回应人 那些人的问题 在史奇生牧师 当他14岁的时候 是一个很迷的小孩 家人带他去宋上节的聚会 他没有心听到 但是宋上节 指着他 他直接指着他 就说 拉撒路出来 你死了 你臭了 主吩咐你出来 这个是宋上节 他讲到的其中一个特色 他是很强烈的指责 以及很直接的指责 当史奇生听到的时候 他觉得很强烈的光照他 他看到他自己的污蔑 他就悔改信主 他就在日本侵华的时候 他四围去传道 后来建立中华海外宣道会 这个史奇生牧师 其中一个在宋上节的聚会里面 经历更新改变 由一个懒惰的基督徒 没有心的基督徒 变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 现在我先讲到宋上节的与神同行的影响力 由阿根廷来香港的 在1998年 不止了 23年了 他有一个特色很特别的 就是他很强烈的怜悯 非常之强烈的怜悯 他经常都是怜悯人 我在1998年 就是被他按手祈祷 即时感受很大的能力 好像电头一样进入我里面 即时感受很强烈的爱 是极度的爱 很大的感动 我立刻就很感动的哭 不是痛苦的哭 是感动的哭 他心里说 哇 原来可以这样经历神的 他心里面是非常之欢喜 非常之感恩 很想以后和神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也都同时有一个另一个疑念 就是说 如果他可以这样服事 我也可以这样服事 因为神应他给所有亲近他的人 所以我就在当时有这个动力 而1999年 他又再来香港 当时就招募一些人去参与服事 我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参与服事 就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在他服事为人祈祷 那祈祷房 我形容给大家听一听 一个大的房间 两个两个 就对着一个被服事的人 他们就把那些人抬进来 那有些是严重到怎样呢 是四个人 一人拉着一只手一只脚 那人就不断挣扎 进去那个地方 然后坐下就找人和他做释放祈祷的 而我看到其中一个例子 先说那个人的例子 有很强烈的释放 另一个 那些动作是非常古怪的 头移来移去 手移来移去 移得很怪很怪 另一个人和他做释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和人做释放 当时我也有一起去做的 那我在当时做释放 其中一个人 他就即时见到耶稣 他还在上天 他见到耶稣 因为他曾经堕胎 他见到耶稣抱着那个BB 他的心很安慰 就是耶稣告诉他 那个BB在天上 这件事就是作为一种参考 大家不要说 那堕胎的BB就去天堂 我们不知道实际是怎样 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参考 也是当时来说 有不同的人在聚会里面 经历到神的改变 我自己就在这个聚会 有这个机会 和安卡罗一起吃饭 一围桌 我总是发问那个 他需要翻译的 因为他不是说英文的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怎样有圣灵充满 你怎样有这个恩高能力 他就回答我 他就说 怜悯 他总是怜悯人 因为我想知道他的方法 一些秘诀 然后我就很指明问 祈祷怎么祈祷呢 他又是怜悯 就是你祈祷的时候一直怜悯人 我总要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回答怜悯的 就是他的心里面总是怜悯人 他自己 我看回他的记录 说到他如何在街上怜悯人 去到店铺 那些怜悯的人 去探访很多人 还有我在他的聚会 除了在香港之外 我在外国也都去参加他的聚会 我参加聚会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特色 因为我去过不同的聚会 有些人为人按手祈祷 他的特色 他真的任何一个人在他的聚会 他都为他祈祷的 总之那个人不走 走过来 他都为他祈祷 试过有一个在球场的聚会 他会逐个逐个走 他走来走去 我见过很多聚会 那些服侍者 祈祷了一段时间 还有很多人没祈祷 他就走 失了中 很快就不见了 但安卡罗 他是会为每一个去祈祷 他有这种怜悯的心 在他为我祈祷之后 我是经历很大的能力 还有我自己祈祷 也都感受能力 我也都很长时间去祈祷 之后很大的改变 怎么改变呢 我现在一想耶稣 里面就有喜乐涌流 一想耶稣就有能力 立刻有神的爱 神的激励在我心中 这个对我很大的鼓励 就是说这个人 他的神的同坐 是非常强烈 我鼓励大家 真的渴慕 你只要心渴慕 和想应用出来 你将来可以应用出来 其实我在这个教会之前 是有一年多的时间 是在这儿举行训练的聚会的 也有很多人当时在场 他们都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心 神我愿意多亲近你与你同行 神与我同行 我生命就一定提升 当一个人 只是用思想去侍奉 他不会去到很高的层次 他一定要领受神的带领 和有圣灵的同在 神的同在去带领他 安卡罗他真的有爱的恩高 我感谢主 有时有些人我为他祈祷 他都会觉得很大的爱 但如果在网上找南非 盐牧师 其中我有写到爱的恩高 就是有人他祈祷的时候 他感觉到天堂 很大的爱 他是讲英文的 很大很大的爱来到他身上 我也有写到中文翻译的那个影片 大家可以看 有时我为一些人祈祷 他都很大经历到神的爱 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 有些是很强烈 有些就没那么强烈 但是 总是当人亲近神 神总是会做功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渴慕的心 渴慕神的爱 在你的生命中 不单止你被神的爱激励 你带着爱的恩高 两个不同的 被爱激励 就是说因为神爱你 于是你经常觉得被爱 你经常会爱人 经常都说 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基督徒得利 不只是我们爱人 我们首先要神的爱 我们经常深信 现在耶稣在爱我 大家可以现在和自己说 耶稣现在爱我 现在看到我专心听到 神是很欢喜的 神是很想提升我的 祂欣赏我的 我有这个心 神一定欣赏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不是说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不是要最完美的时候 总之我的心向着神 神就欢喜 神就想祝福我的 神是爱我们的 而当你时辞在神的爱中 深信神爱你 你就会得力 我任何时间 我都经常跟自己说 即是我起床半夜 就算半夜或者日后 任何时间 我都说耶稣在爱我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在爱我 我们就容易得力 不只是爱和赞美神 爱和赞美神 我们对神做的 我们对神做 神欢喜的 但同时我们说 耶稣现在爱我 我们会有安全感 和喜乐有爱 因为有很多人 他赞美神 但他经常觉得 我未够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种感觉 我未够投入 所以我祈祷不是很够有能力 那你经常说 我未够未够 那你未够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很大的爱 你总是觉得自己 未到位 但当你说 我稍微努力 因为圣经说 耶稣说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即是说 任何我们为耶稣做 神都欢喜 所以当你亲近神 神是即时欢喜的 他即时很喜欢 他即刻会祝福你 有些人说 不是了 我都期了很多 都不得到祝福的 因为有时 我们的定义祝福是什么呢 快点有钱 快点问题解决 总是我们的方式 神的祝福 未必是按照你的方式 但神会是给最好的东西 当你越听话 你就越生命越好 你越放下垃圾 你的生命越好 我希望大家经常都说 我传福音 神就欢喜了 那你的心就开心了 我祈祷神就喜欢了 祈祷的时候 多些爱神 相信神爱你 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不只是求 多些去亲近 而不是主要 不是去求 另一个人 就是Heidi Baker 就是有神的同在 她在多伦多的机场 的复兴 很大的更新 她几天连自己 去洗手间都去不了 她要找两个姊妹 趁她又去洗手间 这么严重的程度 她充满喜乐 充满 整个人都 她身体远了 没有力量 所以要找人趁她又去洗手间 在这样的情况 我忘记了她的圣灵 多强烈的充满她几长时间 神就叫她去非洲 莫桑比亚 神就叫她为那些孤儿 她说我哪有钱啊 但是神就供应她 她就逐步逐步扩展 她养很多孤儿 而且兴起那些孤儿做牧师 建立很多个教会 神很大大的使用她 她是很有怜悯的 有一次我 有机会见到一个人 这个人跟我说 她说我是跟Heidi Baker 一起侍奉的 那我就很有好奇的心 我就请她 我就车她 我车你去我教会 因为那时候 距离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我车她去教会 你跟我一天行不行 我会安排聚会给你 安排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 她说愿意 跟我一起的时候 我发觉一件事很特别 她侍奉到这样 她就说我现在要去祈祷 我们还有很多人想她帮助 她旗圆讨一轮 她就说你们自己搞定 我去祈祷 她总是自己去祈祷亲近神 她不会整个时间不断去服侍人 因为有些人你永远服侍她 始终都要自己帮自己 她自己时时都会建立同神的关系 这是Hidy Baker的特色 就是她会用很多时间亲近神 Hidy Baker有些聚会是这样的 很有趣的 有人请她来讲道 她一上台就在鬼祈祷 试过有一次就有人请她去讲宣教 不知道给了20分钟 她就在祈祷 她说够了20分钟 她说够了20分钟 那些人说不要 麻烦你分享一下 她用了20分钟 全部都要祈祷 她的特色就是 她时时都与神同行 我希望大家都从这些人身上学习 与神同行 她说到Living from the Presence 就是由神的同在中去存活 以及Presence Driven 是神的同在推动她的 这个就是她 对不起 你看到她非洲和那些黑人 很亲密的 很好的关系 她真的有一种联敏的心 她在街上接那些孤儿回来 去养 去照顾她们 我讲的圣经的主题 第一就是 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每个人都有 就是神是很想 和我们同行整条生命 整条生命 你和隔壁都说 神想在你整个生命 和你同行 神想在整个生命 你的整个生命 从出世到离世的时候 都与神同行 在我们未承认的体质 神已经体现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读了一天 神已经写在他的策上 神是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就是神已经写了 写了一个最好的计划 不过我可以说 我观察到大部分的基徒 大部分的基徒 只是进入了神的计划 小小而已 有很多只是进入了救恩的计划 只是得到耶稣的救恩 然后遵从神是小小 事奉神是小小 有很多基徒是这样的 有些事奉多些 有神的同在 他的生命已经彰显神的荣耀 而那些将生命完全献给神的 他的祝福是很大 有些人说 不是了 我要顾着我的生意 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我什么 有很多事顾点的 其实当你先求神的国 同意 这一切神都会顾点的 不代表我们不做工 不做 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都做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神会加添力量给你 以至你所做一切都蒙福的 所以希望大家 有这个这样的 遵从神的心 走向神的路的心 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因为他有一个最好计划 而希望大家都进入这个计划 那怎么进入这个计划呢 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跟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败坏的 是很多问题的 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 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开始测验 分辨到神的善良 好良善的 神传就是完美的 可喜悦的旨意 是神喜欢你又喜欢 你进入神的计划 你会很喜欢的 如果你的生命 现在你觉得很多 你不太喜欢的 因为你未进入神的计划 你进入神的计划 你会天天都平安喜乐 有力量 处理到生命 你会祝福到周围的人 你会活得开心的 希望大家渴望神的事 不是渴望地上的事 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太多人 只是想着 譬如很多人说 要找工 怎么找工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亲近神 神会为你找工 你都要去找的 不过神会为你预备工作 我会很简单 很简短 我曾经在外国 要建立一个教会 但是没有钱 我从零开始 神感动我当时 去读这个丸目课程 但我申请的时候 我不知道原来 第一 我迟了 过了时 第二 后来那个秘师告诉我 有二百多人在你之前排队 已经申请了 你是知道 之后二百多人申请 而你最后的时间 你才申请的时候 根本是没可能得 所以当时我收不到消息 谁知道到最后一两个礼拜 我就收到消息 你可以来interview 接着interview 立即请了我 那个秘师说 就是没可能的 整个答案 他就是抽了你的章 打电话 可能抽到几张 那些人没什么 就是那些时间不行了 抽到我 我立即去 立即神就为我预备 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 是有奇妙的计划的 也曾经有一个教会 去侍奉了一年的时间 在我这个经济困难的时候 是怎样呢 就刚刚遇到一个牧师 其实那个情况 不是我应该遇到的 就是有个人 他被请去一个聚会广道 然后那个牧师说 你不如来两天吧 他以为去广道两天 他说我不有空去广道两天 你不如你跟我去一天吧 去到原来别人都不是叫他广道 只是叫他出席 但我去到他都叫我广道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一个意外 一个意外 他以为别人请去广道 其实不是 而我去到那里 居然有机会 有个牧师介绍我去 有个侍奉的机会 神就是会做一些这么奇妙的事 是你想也想不到的 我经历过很多这些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也都在我认识的人中 其中一个人是这样的 他做地产的 他说很久都没有一宗 那我就帮他祈祷 和帮他更新他的生命 然后他就 他说那一个月有几宗 做了五六宗 然后根据他给我们的机构 復英宣教事工的奉献 我本身没有受薪 我只是做宣教 和现在直播宣教事奉的训练 根据他给我的奉献 我知道他继续是会得到很多生意 他才能够有这么大数目的奉献 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一方面就祝福我 能够祝福非洲很多地方的人 另一方面也是神祝福他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 你听神话 神就搞定你的东西的 当然我们应该进责 但是神一定会搞定你的 这个就是神的善良 神全可气的旨意 包括你整个生命的 你上了整个生命给神祝福 你听了神话 神就整个生命祝福你的 而神的路是远远高过我们的路的 祂的路不是平凡的路 是非常美好的路 大家会不会渴望 这个非常美好的路 我们中间有年龄不同的 你越年轻跟从神就越美好 我感谢神了 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就信主 我信了主 我在同一年之内 我已经说 这个世界这么多人没认识耶稣 我要给多些人知道耶稣 而且我一初信 我已经开始想了 到底教堂的人是不是 个个都真是很信耶稣是真的呢 我就有这种意念 因为当时我是找到 关于神的证据 我知道有神我觉得很特别 有天堂有神我觉得很特别 人死不是一切 不是完结了 我觉得很特别 我回教会 后来我就开始想 不知道有些人是否真的知道 是否真的相信神是真实 和跟从耶稣 我就特意早点回来 看到有些人我跟他聊天 我发现有些人不是 然后我又特意留待一些 然后跟他们聊天 有时跟他们一起走一走 那时候住在旁边的 我走到外面 然后我又自己走回来 神就给我这个心 当我一早有这个心的时候 后来神就为我预备圣年充满 我就更加完全毁身了 在我初期的时候 我是觉得其实 在我未做牧师的时候 我事奉很开心 做了牧师是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要求和批评 但是神也教我 如何后来得医治 尤其是四年充满之后 如何得释放 得医治 得安慰 我就能够处理一些 所以我亦都在网上 你看找叶牧师 YouTube 很多影片 有很多说处理生命 发挥生命 都说了很多处理情绪 如何不让人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 如何进入高度的侍奉 亦都神为我预备 在网上的侍奉训练给教目 亦都神给我写了一本书 《轻松得星》 你们的传道有一些传在里 你可以跟他去拿的 这个就是神会给我们不同的路向 我亦都去非洲宣教那些 那些训练 我也都有要求 为什麽呢 神一直带领我 他们可能是这样听的 只有听 要他做功课 要他做功课 我才会继续支持 这样的时候 就令到他们 推动他们去 真的学习 好了 那与神同行 会带来什麽益处呢 第一 就好像大卫所说 大卫真的享受神 他赢了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使我躺在清草地上 你我在安揭的水边 是很平安 很舒服的 这个世代很多人都不开心的 因为他不是经常被神带领 他时时是在烦躁之中 经常看着人的问题 当我们有人的问题 是的而且会受影响 其中因为我上网看很多教导 其中一个教导 我短短的分享 我们有很多的经历 很多的感觉 譬如人 很多问题 有些人就会常常注目 在人和那些问题身上 其实我们有其他经历 我们亲近神是否有喜乐平安 我们帮人是否会开心 我们可以注目在那些感觉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又早到晚 哎呀 真是坏了 哎呀 他这样对我 于是他的情绪 经常都是不开心 但其实我可以选择 我注目在什么感觉 注目在神的尾线 当我们有不好的感觉 是一个警钟 譬如那些人不好 我不开心 在一个警钟 代表我们需要处理了 需要处理他的罪 他的问题 他的烦恶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只是帮他 我善待他 但我不计较他 他怎么对我 那这个就是一个处理 而另一方面 我不要整天去想他 我处理了 我就放手了 我就注目在神的同在起落 你从早到晚 都时时在神的同在 神真是好了 神真是爱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你立刻感觉平安 你就多谢天父 那你就是 耶稣就是你的牧者 一生带领你 躲我在青草地上 在安洁的水边 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除着我 一生一世永永远远 都有神的恩惠慈爱除着我 而且住在神的居所 是真是美好的 是有福的 而这个居所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的圣灵和我们一起 可以随时随地一亲近神 立刻可以得到神的同在 但圣灵充满就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圣灵充满会怎样呢 你一想耶稣 即时呢 我自己来说 即时神的喜乐 神的能力即刻就来 即刻涌流 这个是当你学习用心灵爱慕神 是会带来的后果来的 还有呢 耶稣说你跟从我 我就叫你得人如得如一样 即神的同在就会有果效 想教会兴旺 想小组兴旺 想带到多些人信耶稣 那个锁匙是亲近神 你的生命经常都将远神的荣耀 经常都告诉人神多好 自然 人就会被吸引去跟从耶稣的 还有呢 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常在我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了 常在耶稣里面 他就在我里面 就多结果子 即是这里都是说到什么呢 是神的同在带来的果效 就是说呢 跟从耶稣 还有住在耶稣里面 就会结果子了 所以呢 很简单的 常常在神里面困难 当然在神里面 不代表你又不理人了 常常在自己一路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们多谢耶稣 一定会和人结关系了 关心他 聆听他 回应他 这样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出来 那么耶稣说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再那里服侍我 这人也要再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负必尊重他 这个讲到呢 当我们服侍神呢 就跟从耶稣 就是同时耶稣一切 而当我们这样服侍他呢 神就会尊重我们 这个就是益处了 益处就是 你被神尊重 神尊重你一定将好的礼物赐给你的 他一定将最好的东西 其实我一生真的很多好的东西 神给我机会去学习很多 我家庭其实很贫穷的 但是神给我机会学这么多 还有各方面在侍奉的 还有呢 辅导啊 帮助人啊 神都给我 也都让我经历到四年充满 开我的路 也都让我经济可以去 帮助不同的国家 我是很感谢耶稣 这些都是神尊重跟从他的人了 我再看回神的益处 带来的益处就是 平安喜乐 一日有神的带领 时时有恩为慈 爱跟着我 永远都是享受神的殿 神的家中 是住在神的殿里面 还有是得人如得如一样 我们会影响人 你的生命就有果效 并且你每一个人帮着 神都永远纪念 你想想 你帮任何一个 祝福他 神就永远永恒 亿亿万万年之后 神都纪念 神都继续的赏赐 你就多结果子了 还有神就尊重你 圣经讲到 神爱世人 但是神不是喜悦全部的基督徒 圣经讲到如何讨祂喜悦 就是爱神的人 服侍祂的人 遵从祂的人 是神喜悦 尊重的人 也不是全部基督徒 是爱祂的人 遵从祂的人 神是尊重的 好了 现在讲怎样 我们怎样同神同行 第一 最重要 就是用心灵诚实敬拜 因为 父要者用的人 拜祂 其实这个中文翻译也不是那么好的 翻译做英文就是seek 寻找 神在找人 这样敬拜 神在找 就是说 很多人敬拜 有些就是说 有些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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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只是传email给神 传电邮给神 神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我要钱 那些不是用心灵诚实敬拜 神的心 觉得 你只是关心自己的事 你的心 虽然信耶稣 不过活得很自私 你整天只想自己 这样的时候 神没有看重这些人 这些人 根本的生命 没有果效出来 当然 神也爱他 想更新他 神会用他的话语 他的信息 去改变他 不过有些人 听极都是不改变 听极都是挂着自己的事 没有关心人的事 但是当我们的心 爱慕神 用整个心灵去敬拜神 而我将他拆开灵与魂 魂包括什么呢 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个思想就是 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美善 我自己 整天都很喜欢神 我什么都想到神 就是很简单 这些水啊 感谢神 是很舒服的 多谢耶稣 你想想水很特别 想想这个瓶 多谢天父 有膠树 橡膠树 所以有膠 所以我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出来 我们整个人的身体 都不知道多少好东西 吃的东西 多少好吃的东西 真是数之不尽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东西 我们就是神 多谢祢 我们的思想就是神是最好的 和圣灵如何带领我们 如何吸引我们 多谢神 神你真是好 总是说 神是最好 走神的路最好 我希望大家都说服这件事 被说服这件事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走自己的路 又辛苦又没有果效 就熬苦 有些人一世都说 哎呀 熬苦 整天都是熬 你想做人是熬的还是什么呢 其实我整天都做事 我从早到晚 我不是亲近神 陪我太太运动的时间 我都是不断写东西的 我一直从早到晚的 我不会坐在那里 看电视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我真的会善用我的时间 我就算我洗碗 我就什么呢 有时打电话 跟人帮人的灵命 有时我就看不同的影片 学习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生命 就是神是最好 走神的路最好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意 还有意志 我决意跟着神 还有感情 一想到神就喜欢神 真是好 神真是好 神真是美善 我们就欢喜神了 还有灵 凡在我里面 都要清重他的圣明 整个人的里面 不断赞美神 所以在你赞美的时候 我形容是什么呢 好像你对神的喜悦 圣经讲到 以神为乐 以耶和谷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词给你 还有以耶和谷为乐 神就将你叫你成价在地的高处 就是时事以神为乐 其实第一样学是什么呢 将你喜悦神的心 在祈祷的时候 将这个心意传递给神 即是怎么样 神啊 很欢喜你 很感谢你 多谢你 你真好 即是在心中 不断发出对神的爱慕 和欢喜 神啊 你真美善 神啊 我很喜欢你 其实呢 你心里面 心里面 最初呢 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呼叫耶稣 多谢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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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叫耶稣 立即有能力 我觉得很特别 那时候 我经历圣年的时候 哇 现在祈祷立即有反应 一用心灵 多谢耶稣 立即有反应 那我就开始去找 怎样用心灵 随时发出对神的爱和喜悦 有些人来说爱是很难的 不知道怎么爱 那你就发出喜悦 那你说我怎么喜悦神呢 你看到万物自然界那么多好的东西 食物那么多好的东西 圣灵那么多的工作 耶稣的救恩 圣经那么好的说话 我们就喜悦神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灵发出 你就越来越经历到神的同在 整天无论你吃饭 洗碗 乘搭车 做什么都好 整天都想着神 整天都多谢神 这个就是与神同行 而且都学习在安静中 领受神的话语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有跟着我 耶稣是时时跟我们说话的 有些人说我听不到 我自己都不太听到 有些人听到很厉害的 直接听到说一句话 跟他说叫他做什么 有些人听到这样的 那我是听到什么呢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有的 第一 知罪 犯罪有没有觉得很不舒服 心很矮着 这是第一个声音 是基督徒都有的 那你一定要听话 你不听话你没有第二步的 神跟你说话你不听话 你当他没有道 神就知道你不尊重他 他也知道跟你说话 说过很多 你都收不到的 好了 当我们回应神 我们会悔改 当我们听到 圣灵会说话的 这一堂道 你心中有没有一些意念 那些意念 你就回应神 你说神 我愿意开始珍惜我生命 与神同行 我的生命就会有果效 你真的回应神的时候 神就越来越大领你 我自己 我发觉我收到最多的是什么 是教导 神经常给我很多教导 有时候我预备信息的时候 神给我意念 有时候我打球的时候 又会有意念 我记住 有时候想睡 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讲 你跟我记住 明天告诉我 我刚有个意念 有时候我就拿笔 那张纸写下 神就会用不同的时间 带领我 也带领我侍奉的方向 我为人祈祷 有时候会收到信息 有时候没有收到 但我又不会计较 我都尽量去留意 神给我多些意念 可以收到这些信息 学习聆听圣灵 如果你已经收到信息 那就最好 你继续多些聆听 聆听之后回应 如果你未收到 你就留意圣灵 如何提你知序 看圣经的时候 留意神如何跟我们说话 我们就更多留意的时候 圣灵就会跟我们说话 譬如你跟有个人关系不好 圣灵都会跟你说话 原谅他 不要这么计较他 为他祈祷 祝福他 圣灵会感动你的 不过我们就会说 不愿意不愿意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收到 那么多神的信息 还有长时间 经拜会带来神强烈的同在 这个经文我简略告诉大家 三号基上十章第五至十节 讲到有一群先知 在不断奏音乐 他们应该不是奏音乐的 他在击鼓弹琴 吹笛 和受感说话 其实受感说话原文是说预言 因为翻译的圣经的人 不是很接受说预言 所以 《光不得前书》十四章 先知广道也是说预言 他们就将它翻译为先知广道 其实是说预言 他们就在说预言 他们是不是在练音乐呢 我觉得不是的 他应该在练拜神 然后神就叫他们 可能是说预言和说预言 说出一些神感动的说话 撒母义就和苏罗说 你去到那里 你就会变为新人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字路讲到 耶华的灵会大大感动你 你会和他一起受感说话 这个第六节那里 就会变为新人 你要趁事而做 因为神与你同在 就讲到在这群人当中 神的同在就会加强 你就会变为一个新人 当苏罗转身离别撒母义 已经神将他转为一个新人 未去到那群先知那里 然后撒母义记上19章20节 就看到有去的人 那时候是素罗要捉大位 去到那里 他听到他在拉玛那里 他就去那里找那些人去找他 撒母义站在其中监管一群先知 在受感说话 他说给我们看原来这群先知是谁的徒弟 是撒母义的徒弟 即是撒母义在旧日圣经 已经是一个圣灵充满聚会的带领者 他就带领这群人不断地敬拜神 不断地受感说话 讲预言 神不断地在他们当中做功 以至素罗一去到当中 即刻就改变 第二次追杀大位的时候 神就改变他 他就去捉大位 那些仆人每个受感说话 就回头 然后最后素罗自己去的时候 神就羞辱他 他自己脱衣服 就睡在那里一周一夜 他都不捉到大位 又回头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会带来给我们的祝福和保护 即是长时间赞美神 有很多人用很多时间看电视 追剧 打手机 玩游戏 经常看WhatsApp 其实WhatsApp 你经常看都不断都有的 有些群组都看了一份 什么都看尽了 一路路路路路路 有时我在地铁都看到 有些人不断路路路路 那些计算不是过人性的 不断按摩 又有视频的又看下 有些什么视频又看下 即是用了时间去这些地方 我希望大家用多时间去赞美神 去爱神 思想神的怀疑 以及为人祈祷 神教我如何向祂传福音 教我如何去改变祂生命 神就庆悦你了 而圣灵来到 神的同在就会更新我们的生命 大家想一想你的生命是什么层次 首先我们有个图 尖形的好像金字塔好似 你的生命在很低的层次 就是想自己 因为你会真是亲近神 你真是寻找神的心意 将你的生命给神 经常有神带领你 希望大家今天 给神的话语改变 你的生命就更新 给神去改变 变为一个新的人 而神带领我们就跟从 神带领我们就跟从他 神带领我们去爱神 我们就爱神 神带领我们祝福人 我们就祝福人 神带领我们生命 活出生命就活出生命 并且神会提升你的事奉 提升 你可以想一下 我家里周围的人 我怎样可以请他家里吃饭 向他们传福音呢 请他家里吃点心 总之有些机会找一些人 跟他们沟通 然后跟他们分享一下 耶稣的作为 这个就是神带领你了 你围到你周围的人祈祷 神就开始感动你 怎样让神更加使用 你就留意圣灵给你的带领 而最重要你怎样与神同行呢 一定是钉死自我 因为我们的自我 就是难了神的工作 神的同在的最大的敌人 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因为关心自己的东西 我们的自私 我们只是顾着自己的东西 我们担心自己的东西 计较人怎样对我们 以至影响了我们的生命 发挥不到 以至影响我们 活得不开心 你想不想 整天都起落 兴省 平安呢 当你想的时候 你就说神 我愿意 靠着耶稣 钉死自我 我不用那么计较这些 神会给回我的 先求神的国 和他义 这一切给回我 我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求主感动我们 以神的事为念 亲近神 哈利利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施琴可以弹一些音乐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耶稣爱我们 主耶稣同我们一切 耶稣陪伴我们 求主感动我们的心 神在感动我们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我就使你得人如得如一样 进入我里面 我就尝在你的里面 你就多结果子 耶稣同我们 每一个人都说话 耶稣说 在我里面 有丰盛的生命 你不需要活得 那么凄凉 那么重担 你不需要 一生 没有什么果效 我们可以 结出 很多果子 我们第一件事 可以来到教会 关心教会里面的人 认识一下他们 为他们祷告 探一下他们 鼓励一下他们 也都探上他的家人 探上他的邻居 带领他的家人 信主 通常我探亲人 我探上他的家人 探上他周围的人 祝耶稣帮助我们 被神的爱吸引 耶稣吸引我们 我们就常与 耶稣同在 让耶稣常与我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